樓價持續頹勢。反映二手樓價走勢的中原城市領先指數 ,最新報164.78點,按週跌幅收窄至0.08%。連錯五週續創近五年新低,三個新界西城份屋苑調整尺價跌穿1萬元。 其中上車天堂天水為嘉湖山莊本周報9,773元,是2019年底後最差,較去年高位狂插23%,拖累本周新界西樓價,指數報152.23點,失守2019年低位,跌至2018年1月水平。 中原地產研究部高級聯席董事黃梁星指出,CCL上週射近2%後,本周跌幅收窄至0.08%至164.78點,連跌五週雷插3.42%。 本港11月加息後,中原經紀人指數 ,住宅售價,連續兩週處於30點以下。 中原股價指數 ,主要銀行也連續七週處於10點以下谷底。 兩個指數持續低期,同樣預視樓價跌幅未指,CCL跌幅有可能擴大。 11月3日加息後的市況,將於11月下旬公布的CCL,才開始反映。估計短期下是160點。 CCL三大整體指數表現各異。 反映豪宅流價走勢的大型單位指數,逆市升0.28%。 最新報173.6點,大型屋苑指數報164.83點,按月跌0.1%。 創2017年11月後的近五年新低,中小型單位指數按週跌0.16。 最新報162.97點,同創近五年低位。 四大分區指數方面。 新界西樓價跌幅明顯。 區內三個成份屋苑的調整尺價,均於本州失守1萬元關口。 分別為荃灣荃薇花園報9089元,按月跌7.26%。 荃灣黎都花園9462元,按月錯6.93%。 嘉湖山莊9773元,按月回落1.45%。 跌幅須是三個屋苑中最溫和。 為卻較去年9月高位12663元, 預一年狂插23%。 創2019年底部9,499元之後最殘。 拖累本州新界西樓價指數,最新報152.23點。 按州急錯2.93%。 跌至2018年1月後的新低。 其餘三區樓價輕微反彈。 新界東指數,最新報177.16點。 按州上陽0.95%。 港島指數中止4連跌,按月回升1.28%。 九龍指數同樣結束4週跌勢,按州上升0.4%。 全城業主恐慌性訂貨。 南籌屋苑連環淪陷。 周宇聖太古城再有兩房互失守八字頭。 中原地產高級區域營業董事張光耀透露。 太古城天山各低層椅室。 實用面積536方尺。 屬為產貨。 兩房間隔,以742.8萬元逆手。 售價重返2016年6月水平。 實用尺價13858元。 原業主2011年,以595萬元購入。 持貨10年賬面賺147.8萬元。 讀院上月一個兩房單位,亦以不足800萬元逆手。 為建安國中層入室。 實用面積503方尺。 望宮遠景。 作價785萬元。 實用尺價15606元。 意味最新成交再往下沉。 中原地產東沖分行經理陳彥欣表示。 東沖東環二座中層二室。 實用面積640方尺。 三房套間隔。 在海景及泳池景。 附帶40萬元全身裝修。 10月放盤叫價870萬元。 原業主最初企硬。 為建樓市細息不對。 中類減85萬元。 或近一成。 以785萬元脫手。 實用尺價12266元。 為同類型單位近兩年來首穿八球。 原業主於2019年11月以800萬元購入。 持貨三年帳面微虧15萬元。 上述單位同座高層同類單位今年7月造價930萬元。 相隔約4個月。 樓價回落145萬元,或16%。 1. 1.